然後幫我把這個放進來就刮糊 那你會發現刮糊之後神奇的事情發生了 除了可以在那個FS裡面用就插入函數用之外 在VBA裡面也可以用喔 所以這個方權的話它有兩用 所以你要給它一個身高 可是問題身高在哪裡? 身高跟性別在哪裡? 其實就是在什麼? 身高買B跟買D 對不對? 所以我直接怎麼樣? 就把這個什麼? 我要給它兩個先買B的裡面的資料 如果是文字方塊它是一個TES的屬性 也就是說將來使用者輸入資料 它就會放在這個買B裡面有個屬性喔 叫TES它就會幫你把它接收 放儲存在裡面就對了 它裡面有點像也是一個暫時存放 有點像剪貼不一樣啊 幫你放進去 OK好,那我要抓它 逗點第二個 性別 那個賣D 所以賣D 電TES OK好,那我給你兩個資料喔 所以它會把什麼? 把最後的結果 就放到買E裡面去了 所以現在我們來試一下 直接直接執行它 然後把身高 隨便Key一下 某某某 身高170 體重的話60 性別的話 我就給它一個 然後呢 這邊沒有對不對 按個確定會不會出現 出現了 OK 那因為我程式還沒亂玩嘛 對不對 只有一行而已喔 所以你會發現這樣OK了 第一個 第一件事搞定對不對 再來第二件事怎麼樣? 我希望把這個幾個東西怎麼樣? 填到這邊來 欸 可是怎麼填呢? 你可能會需要幾件事情 第一個 我應該填到第幾列 所以呢 你會需要知道最後一列在哪裡 只要把最後一列加1就可以了 對不對 第二個的話呢 一個某某某坑 買A放在B欄 買B放在C欄 因為剛好D欄是空的 所以一個某某某坑嘛 OK 這個其實都不是死倍的 看著做就會了 所以做法上面怎麼做? 1 我要怎麼知道最下面一列是 我就先產生一個變數叫r R等於什麼呢? 從這邊追蹤向下 那用range range 追蹤的話 就是 用B2好了 用B2的儲存格喔 你就往下找 點end 這個剛剛有打過啦 刮弧 xl 刮弧 點ro 那我就已經知道了 最下面一列是在第六列了 那可是問題我將來要在第七列 所以怎麼樣? 加1就好了 也就是這個r指的是將來你要輸出到第幾列 ok 那r就有了對不對? enter一下 那我sales這個時候有沒有 刮弧打一個r列 那我要輸出第一個姓名 痘點 所以輸出的地方寫在前面嘛 被輸出的寫在後面 所以呢 這邊的話是應該哪一欄? b欄 b欄放什麼東西呢? b欄等於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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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test 這樣子 對不對? 那意思類推嘛 應該懂那個意思啦 my c 應該 c欄 d欄 e f 然後就分別用改的嘛 所以你 習慣就是這樣 就是 養成好習慣以後就是 就改一下就好了 欄位先確定了 有沒有 總共五個欄位 五個欄位 然後後面的話就是分別是 a b c d e ok 不過特別注意喔 這個應該是 因為它是標籤 所以它是點什麼? 點caption 這個比較麻煩 那標籤的屬性跟文字方塊的屬性是不同的 因為那個文字方塊是可以填的 所以是text 然後呢那個標籤不能填的 所以是caption 這個應該 反正這個是規則啦 你也不用去鑽牛角尖 為什麼 你問比爾蓋茲 比爾蓋茲他也沒辦法 他說我們就是這樣定的嘛 ok 所以 做完了 那你把它執行看看好了 不過你想說老師 那我最後好像還少一個啦 我要把它填完清空 填完清空很簡單嘛 你就再把這些分別丟給它空字串比較好 等於空字串 那我就搞定了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喔 所以沒有很複雜啦 這些都很直覺的 所以你只要理解 再來去做 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啦 慢慢你就會知道 原來其實就這麼一回事喔 那我們來試一下喔 1 2 3 他的身高 然後他的體重 他的性別 好 1產生2輸出 沒問題了 有沒有 就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